另外一種有的病人 可能就是也不坐過來 就很冷漠 他就在那裡說 高醫師 我覺得我最近 他就一直比這樣 我就想說 那你要看骨科 你的大拇指有問題 他說 這個是我那個 好可愛 相當隱晦 他們也說這個這個也有問題 對 我還比大拇指 比我們大拇指 還有人弟弟 DIY他竟然不承認了 在醫師的面前 我告訴你脫光都脫光 還能讓你不承認嗎 對不對 這個有時候就是家屬 或者他陪伴的人 給你很大的壓力 就是我曾經有一個弟弟 高一 高中一年級 很年輕 就是荷爾蒙爆炸 對… 然後就來門診 然後他的媽媽就來說 我家的弟弟 那個 醫生你趕快看一看 我就進去看 一看 不看不得了 那個就是我們常見的那個包巾 他把它推下來 就像穿很緊的套頭毛衣 你推到一半 然後卡到鼻子 那個都已經在流眼淚了 那個地方在哀嚎 對…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不問 有問題 這弟弟一定有 跟他的那個小弟弟 有深度的對談 然後我就問他說 弟弟你是不是有 跟他好好的聊天 你在講什麼五四三的 這個我的弟弟這麼乖 怎麼會在那裡弄 他趕快問他 我們家裡是不是有什麼寵物 對 我就說不對 我就請媽媽出去 這時候一定要隔離 我就跟弟弟講說 你乖乖的講 是不是你的LINE 你的朋友有傳什麼好看的 他終於就承認了 我這時候要趕快把它推回來 不然他的龜頭會壞死 這麼嚴重 那個皮只是包住 推開 但是那個皮很緊 這個叫包巾 包巾 這叫錢盾師 把它錢住了 他跟金包銀無關嗎 不管男生 女生 那些男生 你看他熊啾啾氣洋洋 五十幾歲 這輩子沒看過醫生 他就來泌尿科 他可能尿尿不太舒服 尷尬 他就想要來檢查 檢查一下攝護腺 大家都知道 攝護腺就是在肛門裡面 所以我們要止診 所以止診在我們是常常做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做 因為在當年輕醫師的時候 我戴一個手套 那時候沒有老師教我 我就這樣進去 我就很久不敢用右手吃東西 那是一個心理障礙 然後那個大哥 那種不配合的就是很緊張的 要坐肛門子 你就請他說 你側躺 鬆一點 屁股 一直拍他屁股 你放鬆一點 他就很緊張 夾著 夾得超緊的 那真的會斷掉 我的手指都會斷 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好好跟他解釋 你就像一個蝦子一樣 全驅在那邊 兩隻腳抱胸這樣 放鬆 就像蝦子 他說大哥說我知道了 他就這樣 突然 比了一個剪刀手 蝦子 蝦子 就像蝦子 我說巨蟹座吧 我說這個是龍蝦 你不用比那個手 他就終於聽懂 我就好好的做進去 所以有的時候 你跟病人溝通也很重要 很重要